欢迎来到我们六度领袖节目 今天我们带来了三条令人瞩目的新闻 首先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庆祝78岁生日时 猛烈抨击现任总统拜登无能 并承诺将严厉打击非法移民 拜登则在社交平台上发布影片嘲讽特朗普煽动暴乱 强调年龄只是一个数字选举是一种选择 接下来我们关注到拜登总统发布了一项新的行政命令 正式成立供应链弹性委员会 要求年底前提交一份全面报告 以改进因疫情中断的供应链并应对通货膨胀 最后俄罗斯总统普京计划最快下周访问北韩 双方可能进一步深化军事关系 与此同时 美日韩三国计划月底举行首次多余军演自由之刃 已向恶朝发出强烈警告讯号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庆祝78岁生日时 面对热情的支持者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讲 他猛烈抨击现任总统拜登 称其虚弱无能 正在摧毁国家 并承诺如果再次当选 将严厉打击非法移民 保护拥枪权力 减少监管 废除环境保护法 以刺激国内能源生产和减税 以此来抑制通胀 特朗普的生日庆祝活动 在西宗驴滩的一个会议中心举行 现场气氛热烈 红色和蓝色的气球飞舞 主办方还准备了一个高耸的多层生日蛋糕 上面装饰着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帽子 美国国旗和特朗普打高尔夫的形象 与此同时 拜登在社交平台X上发布了一段影片 嘲讽特朗普煽动暴乱 并强调年龄只是一个数字 而选举是一种选择 乔报 总统拜登发布行政命令 正式成立一个关于供应链弹性的白宫委员会 并要求其在年底前提交一份全面报告 该委员会由内阁成员和其他一些关键官员组成 将于2023年11月首次举行会议 这是政府为改进因疫情中断的供应链 以及应对通货膨胀 所做的努力的一部分 商务部长吉纳雷蒙多指出 供应链问题依然严峻 企业仍在检查供应链中的漏洞 因为一些关键部件只有一个国家的一个公司供应 拜登曾使用国防生产法来促进美国药品和医疗用品 制造业的投资 并宣布了一系列法案 以帮助解决供应链问题和应对高通胀 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拉尔布雷纳德表示 政府的供应链协调代表了联邦政府运作方式的巨大变化 交通部长布蒂吉格也指出 该委员会在本周巴尔迪摩航运通道迅速重新开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俄罗斯总统普京计划最快下周访问北韩 双方可能进一步深化军事关系 与此同时 美、日、韩三国计划月底举行首次多余军演自由之任 已向俄潮发出强烈警告 南韩军方透露 美、日韩正推进以美军尼米兹集合动力航空母舰罗斯福号参与的多余联合军演 普京可能在访问北韩期间会晤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预期将进一步提高两国的军事合作 南韩国防部长申员时透露 北韩向俄罗斯运送了大量军火 普京显然在寻求与北韩更紧密的安全合作 与此同时 北韩军方在南北韩非军事区进行建筑活动 原因不明 可能是为了在分界线以北建造围墙或建立防御建筑 近期 北韩士兵越过军事分界线 并被南韩名枪警告后退回 这一事件引发了更多的紧张局势 侨报网讯 司法部周五 14日 表示 司法部长 加兰德不会因为藐视 国会罪被起诉 他在机密文件案中 拒绝交出总统拜登的采访录音不构成犯罪 美联社报道称 司法部在给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的信中解释了这一决定 指出这是基于司法部长期以来的立场 即不对 因行使行政特权而不遵从传票的官员提起诉讼 拜登此前 行使行政特权阻止公开录音 共和党人认为这是出于政治目的 并在周三 12日 投票决定 以此惩罚加兰德 助理司法部长卡洛斯·费利佩·乌里亚特在信中指出 两党总统领导下的司法部都会拒绝提起类似诉讼 因此不会将藐视国会的传票提交给大陪审团或采取其他行动 起诉加兰德 共和党人对此决定表示不满 指责白宫有意隐瞒录音内容 认为拜登害怕在选举年让选民听到这些内容 加兰德则表示 公布录音可能会威胁到未来获取敏感信息的能力 因为证人可能不愿意合作 白宫法律顾问埃德·西斯克尔批评共和党人 要求公开录音的目的不纯 是为了歪曲内容 攻击总统 华尔街电视网站报道 中国三大常委轮番访问欧洲 这次轮到丁薛祥出访 习近平深知欧洲难以拉拢 也难以分化 因此不断派出高级官员进行外交活动 丁薛祥此次访问的背景是 中国与欧洲关系的复杂性 欧洲国家在经济上依赖中国 但在政治和安全上 又与美国保持紧密联系 中国希望通过频繁的高层访问 增强与欧洲的经济合作 同时在国际事务上争取更多支持 然而 欧洲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并不一致 有的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合作 持开放态度 而另一些国家 则对中国的人权记录 和政治体制持批评态度 丁薛祥的访问 被视为中国 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 寻求平衡的一部分 试图通过经济利益 来缓和政治分歧 侨报网讯 一联邦上诉法院周五 14日 驳回了拜登政府的一项请求 该请求试图恢复一项指令 让学校允许 跨性别学生使用 与自己所认定的 性别一致的预示和更衣式 并批准他们加入相应运动队 该指令 在20个由共和党领导的州被阻止 路透社报道 俄亥俄州新兴纳提联邦 第六巡回上诉法院的 一个合议庭 以2比1的投票结果 同一个州的意见 认为教育部2021年的指令 不恰当地对公立学校 施加了联邦法律中 不存在的新法律义务 法院表示 教育部没有遵循 制定新规则的适当程序 也没有说明禁止教育中 性别歧视的联邦法律 是否会将保护范围 扩大到LGBTQ学生 支持保护跨性别学生的人群 在俄亥俄州议会大厦外抗议 法院维持了田纳西州 一名联邦法官 在2022年作出的一项决定 在诉讼结果 尚未出炉前 该决定阻止 在上述20个州 强行实施教育部的指令 除了州政府外 还有一个基督教学校协会 和一名来自阿肯色州的 女性学生运动员 加入到这起法律挑战中 拜登政府这一指令 是对2020年 联邦最高法院一项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的回应 该裁决称 禁止工作场所 性别偏见的联邦法律 可以将保护范围 扩大到LGBTQ员工 教育部因此表示 同样的逻辑 也适用于第九条 共同网 在意大利南部 法萨诺的一个温暖夏夜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进行了一场 意义深远的会谈 两国领导人 同意在纯电动汽车 EV和液化天然气 LNG等关键经济领域 加强合作 旨在为 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和平 与稳定做出贡献 在会谈中 他们还讨论了 朝鲜的和与导弹开发问题 以及绑架日本人的问题 特鲁多表示 作为明年的七国集团 聚期 轮值主席国 加拿大将继续与日本密切合作 此外 岸田还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 商定了未来深化合作的具体计划 特别是考虑到 莫迪即将年内访日 明报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在新西兰的访问行程中 参观了新西兰恒天然集团总部 与新西兰总理拉克森 共同探讨了两国 在农产品贸易上的合作前景 李强指出 恒天然在中国市场 深耕40多年 业务不断拓展 成为中纽互利合作的典范 他强调 中国市场需求潜力巨大 与新西兰在绿色发展等领域 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欢迎新西兰企业持续抓住机遇 李强还参观了农业技术展示 表示农业是两国经贸合作的活跃领域 期待双方落实去年签署的战略规划 积极开展农产品贸易和农业技术交流 此外 李强还参观了中国 新西兰奇异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 称其为一带一路合作的成功例子 美国之音中文网 美国上个月宣布 对一系列中国进口产品 包括电动汽车 电池和光伏产品等大幅提高关税 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 173个贸易协会组成的 美国自由贸易组织致信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要求将公众意见征询期延长30天 至7月28日 并举行公开听证会 他们表示 鉴于有387个产品类别 被列入更高关税的范围 他们需要更多时间来收集和评估信息 这些团体代表了制造商 零售商 科技公司等多个行业 强调高关税 将对美国经济产生广泛影响 与此同时 另一个由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领导的政策小组 则呼吁对中国进口产品 实施更严格的贸易壁垒 分析认为拜登提高关税的举动 可能是为了争取工会和劳工的支持 但也可能使美中贸易战进一步升级 网易 1910年索诺拉斯马特多德 在卫理工会教堂亲眼见证了一场母亲节庆祝活动 从中获得了深刻的感悟 她的父亲曾参加过南北战争 在妻子难产去世后 她无怨无悔地承担起了抚养六个孩子的重任 索诺拉觉得 像她父亲这样的男性 也应当有一个专属的节日 来表彰他们的付出和无私奉献 于是一个全国性的节日 在六月的第三个星期日诞生了 这就是父亲节 拜登总统对单亲父亲的角色并不陌生 在他刚刚踏入政坛时 他的妻子和女儿在一场车祸中不幸去世 留下了他和两个年幼的儿子 拜登毅然决然地承担起了单亲父亲的责任 一边打拼政治事业 一边照顾家庭 他的故事与索诺拉倡导父亲节的初衷不谋而合 都是对父亲这一角色的无尽敬意和感激 然而 最近拜登却面临着一个 让他内心深感痛苦的挑战 他的儿子被定罪 作为一位父亲 他不仅要面对公众的审视和批评 还要在心里承受巨大的情感冲击 拜登在公开场合始终保持冷静和坚强 但私下里 他的心情却是无味杂陈 尽管如此 他依旧努力平衡好总统的职责和父亲的角色 继续用实际行动 诠释着父爱的生辰与伟大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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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